左營區新建安的大樓 泥水从马路上悬泻而下 就像是瀑布一样 十几位的住户合力撑住 挡水砸门 就怕这个房间要是守不住 停车场内的所有车辆都要遭殃 可是我们这边地震比较低一点 归沙包来加强它防止 它这个水往里面的渗透 住户拿着沙包在停车场内外 忙着挡水走进停车场内 几乎淹水快要到轿车的地盘 住户们好担心车子变成泡水车 高雄翠华路路面淹水 停在路边的车辆看起来 都已经淹到了一个轮胎高 货车抛摸在路中间 高雄暴雨 凤山的潮公寺水位高涨 几乎快要到桥面 周边的巷弄有民众冒着大雨 穿着比基尼在家门口清垃圾 雨还在下 前阵区有大楼外面的排水沟 不断的往外冒水 就像是小泵泉停在路边的机车被吹歪吹倒 高雄知名百货前的马路 淹水一度升级35公分 有机车骑士一起过去就抛锚 水热热 最清 这里有点 站到这里有点 烟水看不清路面 不少骑士干脆直接骑上了快车道 附近公园路数 树跟浅 台风一吹 十几棵路数一起倒在人行道上 更危险的还有高南公路 因为路数倒了 两名骑士被压到 进击送医 远景到场 进击先把机车道封闭 高雄的各地传出灾情 台米台风快闪离台 南部的豪雨 短时间内还不会停 张力新闻高雄综合报道